兄弟们,你们想想啊,整个西方国家怕你俄罗斯,怕的是什么?是你的常规力量吗?是常规武器力量吗?怕的就是你有核武器,最怕的就是你这个俄罗斯总统叫普京,这个普京糊了刚级的真敢用核武器,如果俄罗斯在美西方国家眼里你有核武器,而把你的底线都挑衅到一定程度的,你也没敢用核武器, 每西方国家通过在乌克兰给你打败之后,都能干你国内把你乌克兰,把你俄罗斯直接肢解,你信不信?因为啥?因为你的底线跟他摆着你,什么概念?已经就是从你嘴上看到你屁眼的了,你这逼货,由你也是啥也不是那会儿的,我告诉你,你就这个挑衅,就搁着搞着你,你的底线一旦被人踏破了,一瞅你有核武器,你也不敢用,就你这货直接你,对不对?你是唯一一个现在超级核大国,把你肢解了,你啥也不是那天,你不就啥也不是了吗? 你还老因为说俄罗斯不敢用,我告诉你秀你们,为什么就是以前有一个故事叫张QQ为母报仇,啥叫不敢?你说张QQ当年就是为了杀他爹杀他妈,杀他妈了,他结果把他妈的他家邻居什么四个哥们,加一个,加个老头子都给干死了,他为什么呀?不就是因为当时时机不行,他忍了,忍到一定程度了,我得干你,就像俄罗斯现在也是,我忍了,我忍了,我忍到一定程度,我实在忍不了,我都要灭亡了,我还不干你吗? 我现在不用说别的,你们信就信,不信就垃圾不倒,就现在这个俄罗斯国庆阅兵日,现在的俄罗斯国庆阅兵日被出啥事? 今天几号了?9号国庆阅兵日,一旦国庆阅兵日,莫斯科哪个遭到袭击?北约不挨干,我是你们养的,就记住哥哥说的话,咱就赌国庆阅兵日那天,俄罗斯就是这个叫莫斯科别遭到袭击,如果莫斯科遭到袭击,北约不挨干,你们敬我直不见就顺着,知道不行吗?你们就瞅,你看哥哥敢不敢,你看他敢不敢干,差了吗? 你还说吹牛逼不敢干,我告诉你兄,别把大毛整击眼了,你把老毛整击眼,我告诉你,这帮小子挺可怕,我告诉你,你还觉得我扯淡,为什么北约这帮国家这么恨俄罗斯,就是他们太狠了,这些国家都曾经让俄罗斯这个所谓的前苏联也好,杀俄年代也好,都给打怕了,知道不?他们最开始打仗全都是,你可以看他的历史,俄罗斯从前打仗,包括现在打仗都是, 最开始是特别拉垮,你们可以随时随时随地反,包括他普德大帝,那叫什么彼得大帝,那个年代,什么尼古拉斯几世啊,尼古拉几世,尼古拉几世那帮小子,你给我从头看,他们最开始打仗,从来都是,最开始打的啥也不是,到最后最关键的时候,苏联是最有后劲的,你会觉得我不想,哎呀,你要给他打击眼了,俄罗斯这个国家,为什么他叫战斗民主,知道不行吗?他为什么叫战斗民主,你以为那是白教吗? 他们刚开始吧,就是跟你们打,你瞅着他啥不是,一到关键最后的时候,俄罗斯发力钱,你谁他也不好使,你会觉得,哦,你可以随便,你看这哥们说了,每次都是,他现在打乌克兰都是,你瞅着起了哈摔,卡了,垮不拉打的,溃不成绝那个熊样,一旦正干几眼了,什么他都敢看,他绝对反击能力特别强,知道不行吗? 你会觉得我,你真能踢的全球比,我告诉你这哥们说,那乌克兰也叫战斗民主,你记住了,乌克兰再叫战斗民主,他毕竟国小人为,你们都没有地方小啊,六十来万乒乓公里啊,人口三十千万,四千来万,走死逃亡,现在连脸枪万都没有了,你再是战斗民主,知道不行吗? 你是不是一拳还难离五手呢?好虎还架不住群狼呢?你想想果哥说的没有道理呢?你就算是乌克兰再是战斗民主,就小日本啊,小日本的再军国主义,小日本的再他妈的武士道精神,你毕竟小地方小啊,你有多少人,你有多大领土,你能扛揍不?对不对行吗?就是像你,你拿那花赌我,你赌不了,为啥?你从地缘,包括地理,包括你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,军事能力,你搞什么根格的事干? 我跟你说实话,乌克兰确实也是战斗民主血统,但是你得想一想,如果俄乌冲突打到现在,没有美西方国家的资源,乌克兰早急不拉坏了,能挺过一个礼拜不?能挺过一个月不?说实话来,咱不脸黄的,咱不脸红的,别急眼的,没有美西方国家就这么驾入乌克兰,你能挺一个月不?你战斗民主,你八民主有机会用,就像车臣似的,说哎呀,车臣士兵老烈了,车臣士兵所过之处,寸吵不生,哎呀,那车臣士兵老烈了,车臣到哪, 见人杀人,见佛杀佛呀,看到那狗都给狗两个大嘴巴了,为啥呀,看打不到人打狗,说车臣士兵老厉害了,那么厉害,打马里乌克兰不也干五个来月吗?说那有用吗?统一国各关的抠个气,来行吗?你再长得像个机器人,你武功再高,你怕不怕拆头吧?你再战斗民主,咱俩都一人一把枪,就对射,你能射的比我快,你还是抠子弹的,手比我有劲啊?热兵器死带了,比的不是你, 他妈能不能靠好战,好战斗勇,现在热兵器时代,而且是三维立体化,这个战争时代了,打的是现代化战争了,你还玩以前那个什么战斗民主那套轮战,吹你妈的吧,为什么哥都是现在一整贫民军官遭到袭击,一整军官全干死,你刚刚我来,为什么呀?他们就是用着二战年代的武器,指挥着现代化的作战,就是用着二战的,就是用债,用着拿着, 五十年前的武器,用着二战年代的,战争指挥官的思维,打着现代化的战争,同意国哥的口口气来,你看国哥说的对不对来兄弟们,是不是这么意思,他拿的武器基本上都是以前的老旧炮弹,老旧枪子,指挥官都领着士兵,给我冲啊,给他干,给他拼吃倒,给他干,结果频频就是指挥官遭到斩首,现代化战争得是怎么干的,啊兄弟们,不得是空军立体化,空天立体化,包括, 全都是什么,卫星战,对不对,什么,哎呀,数据战,网络战,空间战,还有一些啥呀,就是对外的一些情报啥,乱找这些玩意儿,而他们是领着士兵,给我干,这帝光五十人,领着冲啊,一人要击毙了,为什么这场俄乌冲突当中,乌克兰损失的军官就相对要比俄罗斯少的多的多,为什么,不代表乌克兰死亡的人数少,只是俄罗斯的指挥体系,它是有一定问题的, 对,数字化战争,你现在玩以前那套老战争,你不就是清等哀咒吗,对,它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年代了,就像我曾经在直播前跟大伙讲,我说以前的军事排名,美国排第一,俄罗斯排第二,把我们排第三,如果是用在现代化战争重新排的话,通过这场俄乌冲突,导致俄罗斯暴露出来的这些弱点,我告诉你兄弟们,俄罗斯凭什么排第二啊,你们会觉得我凭核武器呗,要凭核武器美国还排不过俄罗斯呢, 同一国各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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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,就算是我跟你说实话,就像你们柴卡说的,说美国,俄罗斯不敢用核武器,我告诉你兄弟们,它整了将近一万枚核武器,原来我不对,它不就七下来没吗,我告诉你兄弟们,你信就信不信就垃圾不道,它实则都有一万来没,知道不行吗,一万来没,跟你有一枚,我一枚,对于俄罗斯来讲,是一样的道理,你会觉得我什么概念,你有一万枚,你连一枚都不敢引爆,我因为你没有,没有用,没价值, 那懂我啥意思吗,哪怕你就有十枚,你干出一枚,留九枚,谁都怕你,你会觉得我什么逻辑,我没听明白,我就告诉你兄弟们,你有八万枚,你不敢用,有机不用啊,就像给你配把手枪,你压个人他妈的那个,狗屎鬼,你都不敢勾,你刚刚我兄弟们,给你有机帽用,就像刘花强当年指着风标那个脑袋似的,给你机会,你得中用啊,就是我们就这么整你,你都不敢动手,你还有什么用啊,你有什么价值啊,对不对兄弟们,用对,你用才行,你不用,你刚刚我兄弟们,你还有什么用啊,你还有什么用啊,对不对兄 什么价值,就像我说,现在俄罗斯要有很多人啊,都因为国家的观点啊,根本就是,你们会觉得我是信口开河,我告诉你,别把俄罗斯干急了,干急了,你得看看后,你看他敢不敢,你看他能不能用,他不用自己,将来就像我说似的,美西方国家给他制定的就是,如果俄罗斯一旦不敢用核武器,被美西方国家把红线挑破,俄罗斯就会被肢解成一百多个国家,我在三个四个月前,我就跟大伙公布过这个消息,记得给我打个记得,因为美西方国家,就会被肢解成一百多个国家,我在三个四个月前,我就跟大伙公布 大家早就给俄罗斯制定了一个战后失败的走向,得给俄罗斯肢解成一百多个共和国,就给你分裂了,前提是俄罗斯不敢用核武器的情况下